支付寶和百達通到底哪樣厲害點? 有很多人因為各種政治原因 一聽到其中一個字就有固定立場 但他們其實是兩種很不一樣的東西 橙和蘋果比又很難說哪樣東西最好一點 雖然大家都叫做電子貨幣 但到底技術上有什麼分別? IT9現在告訴你 為了方便起見 條片接下來會將中國大陸時下流行的 手提電話扶款技術 就好像支付寶 微信支付 都統稱叫支付寶 而百達通除非特別講明是香港百達通 就基本上都適用於世界上所有近場通訊 即是NFC的交通卡 例如日本的Surica 甚至乎是中國的杭州市民卡 上海公交卡 北京的卡通等等 香港百達通和日本的Surica 其實都是基於Sony所開發的Felica系統 百達通1997年推出的時候 ISO還未將NFC標準化 到第二代的香港百達通卡 都支持了ISO標準 因為一般非日版電話的NFC硬件都不支持Felica 改了版才做得到百達通SIM卡 又或者可以用電話APP 去讀寫一張百達通卡 至於支付寶 你開了的戶口再跟銀行卡關聯 或者放些錢進去 就可以用username加password付錢 跟1998年成立的PayPal其實一模一樣 不過他們在這個基礎上加多了一種數碼支付的新玩法 只要你在APP上 我騷擾個QR code支付碼 商家撞一下就可以完成交易 所以支付寶跟百達通兩種技術完全不一樣 整個交易背後所發生的事 也都非常之不同 百達通交易流程是以offline進行 offline就是說進行交易的時候不用上網 這個余額數據是放在卡的晶片裏面 如果是SIM卡版的話 就會放回SIM卡的Secure Element裏面 所有付款增值都會直接讀寫裡面的數據 交易過程雙方都不用上網 不用經中央的server 連自動增值都不用 不過當場不經server就不代表沒有server 百達通機每隔一會都會跟中央server聯絡 最少一天都會有幾次 那為了什麼呢 1. 同步一些交易數據 你的消費要落回商家的銀行戶口 自動增值都要扣回你信用卡的錢 2. 交叉對象 確保將卡的數據是沒有被人串改過 一發現不對勁就可以立刻調查 甚至乎停了卡 到講一下支付寶 它所有的交易都必須是online進行 就是說任何一筆的交易都要即時經過支付寶的server 實際使用的時候 要不就是收錢那個 例如店舖的收銀機上網發起收錢的指令 要不就是你自己上網發起給錢出去的指令 那如果兩邊都上不到網的話呢 Sorry是過不了數的 而支付寶的中央server也要即時處理全球同時間所有的交易流量 支付寶這個運作模式跟八達通一點都不像 反而跟金融卡交易更像 即是說Visa、MasterCard又或者用NFC的Paywave、PayPass、 Apple Pay、Google Pay等等 你將卡或者電話裡面的虛擬卡 就是給商家向Visa等機構證明你授權了它去扣你錢 而支付寶的支付寶的QR Code就好像金融卡一樣 商家拿著這一串數字用來證明你授權它通過支付寶按鍵 扣你戶口錢 金融卡還是支付寶的QR Code 都其實只是一樣給商家拿到中央server過數的授權訊息 三、四十年前還沒有這些電子的時候 就靠錄卡又或者電話裡面說的號碼 一樣都可以過了數 八達通和支付寶到底哪樣厲害點 不應該只是看它是NFC還是QR Code 它們的Online又或者Outline的交易機制 也是勝負的關鍵 說回1997年香港八達通推出的時候 香港是連寬頻都沒有 更不要說是用電話來上網 iPhone都是2007年才推出 時至今日 即使網絡這麼發達 用支付寶都會有時因為網站一陣 而要試多幾次才給到錢 即使被你拉完轉線 SLA有4條9 計算一條數都說一個月可以登幾分鐘 嘩 如果整個地點站的雜機登幾分鐘就真是死得人多 八達通的Offline交易機制 就可以將這些意外情況減到最低 因為整個交易只適合將卡和機器 沒有其他網絡因素 真是只要有電就搞得定 缺點就是網上消費會相對難搞很多 支付寶最方便的地方就不是數碼支付 而是在電話APP上網賣東西 或者做個人對個人的轉帳 都可以用回同一個支付寶戶口 你說香港八達通都出了OEPA做個人轉帳 但前提是要事先將八達通的錢撥入去OEPA 八達通和OEPA的結餘是沒有任何關係 搞這麼多東西不如用HSP才給Pay咩 既然越來越多的手提電話有NFC硬件 八達通是不是可以將一些結餘數據放在機器裡面 而不是放在一張實體卡又或者八達通SIM卡裡面呢 如果放入電話就既可以經NFC去DUDE 又可以在一個APP裡面買東西和轉帳呢 最關鍵的問題是安全 實體卡或者SIM卡因為它們是獨立的硬件和操作系統 系統夠小相對容易Odit 沒有那麼容易出問題 而且SIM卡有這麼多年歷史 如果有那麼容易Crack得到的話 其實全世界流動電話網絡早就爆大 相對來說 如果八達通放入電話 你部機read了或障礙了 就隨時被人串改到個結餘數據 但是其實現在的iPhone裡面 都跟SIM卡一樣有自己的Secure Element Google Play就直接把敏感信息搬上輪 不留在電話裡面 但要用得到它們 中間還涉及很多交易流程的改變 整套東西要整合得靚靚仔仔 其實是有一定的工作量 2017年Apple Play就支持輸入侷虛擬卡 是說真真正正把卡結餘數據 放在機器的Secure Element裡面 過電車雜機可以直接用Apple Watch 去堆 不用配搭SIM卡去使用 增值還可以通過網上Apple Play 再經電話軟成 即是說 Sureka和Apple都組定了 怎樣可以很安全地 利用部機本身的Secure Element 去做到實體卡的效果 2018年5月24號 Google Play都支持Sureka 作為孖山兄弟的香港白特通 就可以年初選擇了跟Samsung Play一起玩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輪到Apple Play 又或者Google Play呢 更多是商業的問題 並不是技術的問題 總括來說 當大部分手機都有NFC 而香港白特通可以再爭氣一點開發新軟件的話 基本上可以做得回支付寶現在做到的事 例如電話App內網上消費 P2P轉帳 付款方主動進行交易 以上都是香港白特通沒有 但其實技術是做得到的 那支付寶和白特通豈不是分不了勝負? 慢著不要那麼快下記輪著 等我再逐一數給大家看 剛才提過 白特通的一大優點是純offline的快速交易 死network都不怕 這一點反過來是支付寶不調整它的架構的話 是很難實現的 而且趕乘地鐵 拍卡過閘的一定比Socal code快快 但很難說很難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就真的做了 他們做了一套叫乘車碼的東西 你乘車入閘和出閘 它會先記低 事後有空才會發上伺服再扣你錢 當然對於一個電腦系統來說 所謂事後有空可能只是相隔幾秒鐘 這個全新機制 就是一個跟白特通性能相約的offline技術 而且很久之前支付寶就推出過聲波支付 連單向的QR code都可以用來傳送乘車碼的話 加多一種FC去做到拍電話過閘 都可以說沒什麼技術障礙 不過如果支付寶戶口裡面沒有錢 豈不是可以搭霸王車? 頂東付那幾十元就預約一毫給你 就當是一個幾十元的免飾借貸 而的確是要支付寶信用過了550分之後 才可以用支付寶乘車碼 那些東西就不可以了 而白特通因為不涉及信用問題 可以匿名擁有張卡不用使用測試 Big Brother的東西 明白的啦 但另一個使用場景 支付寶的收款方數QR code交易方式 在白特通就比較難做 因為白特通是一定要雙向通訊的 而QR code的話 電話是不會知道自己被人掃了 從而無法即時修改卡裡面的結余數據 2018年 中國有些高速公路已經可以用支付寶來付款 他的CAM 印QR code真的拍得很快 只要在窗邊揚一揚電話就搞定 快到你不信 在香港過紅水用白特通 分分鐘就買了他的自拍缸 哈哈 講到一個題外話 為什麼香港白特通保釋完三個小時之後 才可以停得到自弄增值 為什麼一天只可以自動增值一次 就是因為白特通機並不是長期online 要隔一定時間才可以同步得到一個黑名單 為了風險管理 一天之內只容許自動增值一次 而這個位置就帶出一點支付寶做到 但是白特通在可見將來都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白特通只可以做小壓交易 例如香港白特通最多只可以有1000元房在裡面 大壓交易又或者大壓的個人轉帳 都只能用其他方法去完成 說到安全 有人說KR Code支付碼很危險 被人拍到條Code就可能會不見錢 但你想想在旺角站E出口人貼人的環境 攝一部關閉了聲的白特通機 偷偷地斷你張卡 一樣那麼容易 不過我見很多人在餐廳買單 都很放心將使用卡交給人 卡面卡帝可以被人拍照 事後在網上購物 而白特通最多入1000元和自動增值一次 支付寶大壓交易還可以設定要入密碼做2FA 怎樣都比將使用卡交給人安全 戴回頭盔先 上面純粹是學術性的討論 我好誠實地去使用電腦 說到尾 打和SUPER啦 下次有再奪得哪樣更厲害的時候 就可以share這條影片給人看啦 這個題目本來就很有爭議性 還有一些更深入的論點 真的沒辦法在這條影片裡講得完 我都是用文字來寫它出來啦 延伸閱讀連結我放在下面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的Facebook Page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最近我還開了個Patreon 不如資助我吃個早餐啦